位于郑州路的台北旧火车站后站 凌晨1点38分 突然起火燃烧 消防大队提报以后 立即派出了30多辆消防车前往灌旧 由于旧火车站的后站是木造的建材 火势特别凶猛 经过消防人员全力灌旧之后 火势在2点10分才被控制住 消防人员表示 今后火警是发生在深夜 否则依照郑州路平常拥挤的路况 旧火一定非常困难 警方则表示 旧的后车站是独栋的建筑物 因此并没有延烧 波及到其他后继的民房 但是旧站在9月2号台北新站启用以后 旧已经废弃不用 空屋为何会起火 原因非常可疑 精力小组今天将到现场进行看点